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4号 星期四 不得不承认一点 普京就是比习近平狠 这样来讲 真狠 真横 这哥们真行 牛了鼻爆了 怎么回事呢 先是俄罗斯媒体报道 说俄罗斯的黑海舰队一艘护卫舰在黑海水域 向一艘英国海军驱逐舰射击开火了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黑海水域发现了 侵犯俄罗斯边境的英国驱逐舰 口头警告 无效后 向其射击 然后就不叫狠 最狠是什么呢 另外 俄罗斯调来了一架苏24M轰炸机 沿该英国驱逐舰航向投射四枚 OFAB250炸弹进行轰炸 一般你看中国是这样 比如说美国或者英国或者哪有什么军舰 如果过来了 我们觉得不满意 我们上去去别他 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就有一个军舰 上去跟着好像就最后到了三十几米的距离 就我往这一横 你要是不改向你就得撞我 对不对 我就跟你进行冲胀 美国太不像话了 太危险了 那撞上了 对不对 我们一般来讲来个这个 或者弄个高压水箱 或者弄个什么 小.2的小手枪 嘀咕嘀咕打两下 对不对 就是说吓唬吓唬 对不对 在海上来讲的距离太远 然后舰艇 又批桃肉后 拿了.2打上之后 光听个响 你知道吗 就是这意思 就吓唬吓唬就得了 俄罗斯什么 普京 你普代言 直接四枚 OFAB290炸弹 直接进行轰炸 直接 我靠 然后英国驱逐舰 说是这个护卫号 属于英国海军 那护卫号之后怎么办呢 你说这个护卫号 你觉得护卫号是怎么处理 护卫号驱逐舰 非常英勇的 迅速的逃离了俄罗斯边境 立刻闪了 上两个 打起来了 尤其没有赶的 因为太狠了 你看这个 看上大弹了 我要再打 那就是射导弹 那都打起来了 对不对 打起来的话 英国可能就有点 说不清道明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英国驱逐舰 就护卫号 属于英国海军 说驱逐舰 当时在黑海 西北部水域航行 的确确是越过了俄罗斯边境 但是越过多少 三公里 对于边境线来讲 三公里 美军他们经常在中国边境线上 也是就想玩这个 美军更狠 美军越来越来越三十公里 绕出去 再越来越 画这S线 我踩进来了 我就出来了 我又踩进来了 我又出来了 你打我 你看我周诺之的电影 我进来了 我又出来 就玩这个 俄罗斯驱逐舰 也是 就在边上 你知道吗 你看三公里 是我们家的高速长 觉得三公里挺远的 但是在边境上 这种巡洋舰的三公里 其实就是 这边蹭一蹭 那边蹭一蹭 就这么个意思 俄罗斯来了 二话不说 直接炸弹 扔下去 出现在这个情况之后 你猜怎么着 英国国防部 予以否认 说没有 没发生这个事 俄罗斯没有向我开火 称英国皇家海军驱逐舰的 卫士号当时按照国际 按照国际法完全无害的通过了乌克兰领域 也并没有受到俄罗斯方面的开火的警告 这是英国国防部予以否认 说没有 然后英国国防部否认之后 你看怎么着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 俄罗斯海军 还有俄罗斯空军向英国海军驱逐舰号 发射炸弹和射击警告 俄罗斯国防部说我干了 英国说没有 怎么回事 是这样子 英国这个事 就是说非常的难受 在哪里 比如说 如果他向我弄大弹 他向我开火 我还击 打起来了 对不对 那两国就开仗 直接开仗了 对不对 甭管谁把谁击沉的 直接开仗了 开仗了之后怪谁 你进来不进来 你进来那三公里 你就是进来了 你进入我边境 向我去租车开火 那你率先调血战争 战争不是我调下来的 是你调起来的 没错吧 好 所以这你能承认吗 不能承认 不能开火 不能承认 一承认的话 那等于是 你无缘无故调一场战争 你当时你是觉得 我逗你玩 对不对 那就要打起来了 打起来你进来了 他有这批S 或者构设录像什么 他显示是你进来了 对不对 那调起了一场战争 那双方都是融合国家 英国也融合 罗多斯也融合 双方都是融合国家 打起来之后怪谁 那肯定从历史上来讲 最后检查 那就是怪你 你不明显望 你跑人家去干什么 虽然你就近三公里 那妈干起来了 那也是你的事 所以不能承认 不能承认的话 那俄罗斯 你又去了 你又牛逼 牛逼轰轰的 去人家门口 去耍娃娃 耍大刀 被人揍了 揍了个鼻子脸肿 承认的话 就说我的确去了 他打我 当时我非常英勇的 迅速的逃离了 俄罗斯边境间 丢人 真他妈丢人 丢到姥姥家去了 你又横冲之后 跑人家门口去 那边 两砖头一扔 你牛逼就跑了 你丢人 又不能承认 所以俄罗斯 英国国防部 就特别的尴尬 我就说你 我觉得这样 你就想好了 你要是去了 你敢干 我就给你开口 咱就干 咱就打 对不对 要不你就别过去 对不对 你就别去犯那箭去 你要犯那箭 拿着揍了 你又不承认 所以英国国防部 对不对 而如果是英国 俄罗斯媒体 这么说就算了 俄罗斯国防部 最后承认了 算你开会儿了 对不对 然后英国也不是说 没有这事 说我去 就去了 但是我只是通过 乌克兰腿越 没有到道 我看起来 反正英国是挺难堪的 这次 以后就应该吸取教训 以后就别再去人家门口 犯贱了 你在犯完贱之后 又被人一顿暴揍 一顿老拳 出来之后 拿来揍了 你又不能够承认 你说打掉了牙脑 往肚子里厌 何必呢 对不对 不过这样来讲 我没想到 普京是他妈真狠 真的没想到 普京是妈真敢干 说实话 美国还有什么的乱一八糟 老大我门口那儿逛 对不对 你看习近平每一次 最多的也就上来过去 别太一下 蹭一下 上次我记得那年 是有个飞机 也是拿来翅膀碰翅膀 船也是碰一下 从来没有像 美军扔过炸弹 是不是 我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下次狠一点 像普京同志学习 四个带扔着钱 扔着你看看怎么叫 没准他也跟英国驱逐舰一样 迅速的就英勇的逃离了 对不对 而且当然了 我也承认一点 我相信这也是英国驱逐舰 他也是看清楚是英国舰 如果是美国舰的 可能也不敢这么狠 对不对 但是你要明白 现在就是说从川普弄的美日印澳 斯国联盟 弄的什么澳大利亚 印度 日本 没事就在门口搞个什么联合军演 说什么英法 以澳过来 在这搞联合军演 我觉得习近平要是说真的够狠 对不对 光棍 对不对 爷什么光棍 不怕你这套 给你玩愣的 下次可以摘一摘看一看 如果挂着美国国旗 我劝你 还是就别一别 就得了 碰一碰就得了 如果下次也看见 也是英国的 挂英国国旗 或者法国旗 或者利亚国国旗 来一口的 跟他普京学 知道吗 来一口的给他看看 对不对 爷爷横一把 对不对 说这意思 然后我跟你说 这还不是最狠的 普京 你看怎么着 俄罗斯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 就核威胁发表观点 他强调 他说这样 你英国不来了吗 不如惹事吗 告诉你 跟你说清楚了 俄罗斯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以应对两种极端情况的发生 俄罗斯奉行的核威胁政策 是防御型的 就是说 直接告诉你 我以防御为主 但是 但是 但是前面可以不听 但是前面说 俄罗斯的核威胁政策 防御 这可以不听 听但是后边 但是前面的不重要 但是后面说 如果有国家 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我肯定是缓急 这没跑 或者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什么叫其他大规模 你知道我扔导弹了 这叫大规模 你看我扔导弹了 这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使用的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或者 就即使不是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就哪怕你使用了常规武器 什么叫常规武器 第二的一支小步枪 或者一支AK47 或者一个AR15 这叫常规武器 或者你使用了常规 即使你就给他我开了一枪 你如果使用了常规武器 对俄罗斯实施侵略 并使俄罗斯的国家生存 感觉到我受到了威胁的时候 那么俄罗斯将保留 使用核武器的权利 你懂这意思吗 所以他就告诉你 即使是你的驱逐舰向我开炮了 如果我认为 我国家生存受到威胁 我就直接把冤单扔过去 给你讲的够清楚了 这就是俄罗斯 这就是普京 我们习近平同志前两天 还派了一个也不谁出来强调 好像是赵立坚 说美国不指责 说中国不参加核谈判 说中国还要增加核武器 胡锦不说了 我们要搞1000枚核导弹 1000枚核弹头 赵立坚说了 说我们中国承诺 坚决的不会率先使用核武器 只要对方不使用 我们绝对不使用 再次强调 看看人普京 普京告诉你 你别惹我 你他妈朝我开枪 我觉得我不高兴的 我就把核套头扔过去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受到威胁了 我就扔过去 你甭管你是不是核武器 大规模的 我不管 常规武器也不行 你别朝我开枪 你朝我开枪 我这扔你一口给你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老有一些白左的媒体 臭不要脸 老实说拜登上来了 拜登比川普的狠 牛逼 把普京吓破打了 给了普京一个下马威 我看到的是什么 普京见拜登之前 拉着俄罗斯的海军 全出来了 当然俄罗斯海军也是 数量有点少 但是全军出动 拉到美国夏威夷门口 美国家门口 来了一场军演 给你美国看看 给你拜登的助兴 这边谈着那边的军队 给你开到你家家门口 开到夏威夷去了 给你来场军演 而且是冷战结束之后 最大规模的军演 今天你俄罗斯驱逐舰过来 我四个导弹给你扔下去 我让你看看 反正我不知道那些白左 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 普京被吓住了 被拜登吓住了 反正从我这看的 我觉得英国国防部 被吓了普京 这次英国国防部 没想到 哥们真敢拐 而且再一次 俄罗斯总参谋长 格拉西莫夫 站出来强调 你只要朝我用成为武器 我只要认为我受到威胁 我就扔核导弹 你不信咱要试试 说实话 如果是其他国家说这个的话 我觉得傻逼 吹什么牛逼 你这帮他扔个试试 我看看 俄罗斯说这话 你要了解战斗民族 你知道吗 你要了解战斗民族 前两天网上看了一视频 俄罗斯 人家来了一熊 一般正常 咱们看一熊 不就报警 或怎么着 俄罗斯那哥们 你猜怎么着 从家里拿了一个 跟那个棒球棒的吹出去 追着那熊 打那熊 那熊就跑了 你知道吗 俄罗斯战斗民族 接下来头熊 他没有枪 他哪敢枪 我也对不对 拿着枪 AK47出去 追那熊 满街跑 也就算了 拿个他妈棒子 追那熊就打那熊 就跑 你知道吗 战斗民族 你说不清楚 你说他是傻还是荣感的 其实不太分得清 你知道吗 但是就是那种傻袍子 你知道吗 但是这种民族 他是这样子 你知道吗 你说 我看他是不太低令 我估计那哥们喝甲酒 俄罗斯跟你说 不斗 俄罗斯每年都喝甲酒死来 他们特别喜欢喝酒 然后有时没钱了 就喝对的甲酒 反正是对的 每年都有人喝死 然后还他妈有人喝 俄罗斯这个民族 也是一个特别 我不知道 甲酒喝多了 脑子喝伤了 他喝的有点傻逼乎乎的 你知道吗 他我承认他是傻逼乎乎的 但是当俄罗斯这个民族 跟你说 你别人成为武器打我 你他妈打我 他在扔你的时候 基本上我还是相信他 我劝你 最好也相信 不然的话 他有可能就真的 就拿个木头棒子出来 就追求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白左稍微思考思考 就是说一个老迈的 就是真的 拜登就属于那什么 你知道你用老迈的金毛吗 你突然想养一个金毛 觉得金毛特别好玩 你看那金毛 金毛年轻的时候 有当然金毛也分各种颜色 他们说金毛年轻的时候 有的时候那毛的是一种金黄色的 很漂亮 年纪老了之后 就变得越来越白 就变成白色的金毛了 你知道吗 颜色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年纪越大了 那毛的颜色就越暗 然后我突然那天看见拜登了之后 就有那种怜悯的那种感情 看情 你知道吗 油然而生 你看着拜登特别像一只 瓷尾大了的金毛 你知道吗 特别像他白发 看着 然后脸皮 就看着特别像一只金毛 特别的可怜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 就是说白左的媒体认为 这只老麦的金毛 能把普京吓住了 愣住了 我不知道 就是说 当然白左也是 他们也无所谓了 你看CNN也好 他们这些媒体 就是完全不按照事实说 想说什么说什么 我觉得他们的这种 就是说 想说 把想法当新闻去报道的这种 这种容忠气 我还是比较钦佩的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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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